歡迎收看明星逗逗樂 感謝收看本頻道 披荊斬棘的哥哥半決賽前傳播出後 市場中再次出現一片質疑節目比賽規則的聲音 其實從節目首期節目播出現場觀眾針對選手的投票問題 市場就不斷出現節目公平性的討論 隨著分組不斷調整 選手出現淘汰直到半決賽進行 討論的熱度不斷增強 而質疑比賽不公平的聲音也開始增多 其實理性思考來看 參加披荊斬棘的哥哥選手本身也不是為了所謂的成團名額 觀眾又何必去放大這檔節目的比賽屬性呢 以半決賽分組來看 節目組安排李承炫小組人員不變 張進成為另一支戰隊隊長並且獲得人氣榜排名前五位的選手 似乎張進成為了所謂的皇組 節目組的規則是在幫助張進以及他的戰隊在比賽中獲得更好的成績 這是規則產生後的市場反饋 觀眾不妨換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是你 你又該通過怎樣的方法來幫助比賽呈現更加公平呢? 將全部選手打散 再重新進行合理分配嗎? 在半決賽階段 如果將人員全部重新分配 恐怕兩支戰隊之間的差距會更加明顯 另外一方面 節目組之所以安排半決賽階段李承炫小組成員不變 就是在聯繫第四輪公演和半決賽 這讓整個節目的呈現更加連貫 不至於觀眾會將每期節目分開來看 而以李承炫小組來講 能夠在第四輪公演獲得第一名的成績 就是現場觀眾對他們實力的認可 如果將這部分選手打散 製作方有可能保證重新組合的戰隊 比李承炫組舞台呈現效果更好嗎?從戰隊人員分配來看 披荆斬棘的哥哥半決賽更像是李承炫小組和張靖小組之間的對決 因為雙方都保持了第四輪公演的成員陣容 如果非要說不公平 那麼抱團是否也是一種不公平的呈現呢? 只是這種不公平似乎和節目組沒有什麼關係 這是選手自己的選擇 小白高漢宇自然不用說 打從節目開始就在和張靖一戰隊形式比賽 胡海泉李響同樣是在第四輪公演感受到和張靖組合作的默契 想要在半決賽舞台上呈現更為出彩 他們怎麼可能會去嘗試陌生的合作搭檔呢? 觀眾口中的不公平 恰恰是每一位參賽藝人想要為觀眾呈現出更加出彩的舞台所導致 那觀眾還有必要質疑節目的公平性呢? 35位哥哥不斷被淘汰 能夠登上總決賽的舞台 繼續為觀眾帶來作品 就是他們參加節目的初衷 那根本問題不就是帶來怎樣的作品呈現嗎? 優質 劣質 恐怕每一個人都會選擇前者 那抱團這件事還能算作不公平嗎? 比賽本身就沒有絕對的公平 真正享受披荊斬棘的哥哥節目內容的話 那就不要把這檔節目當作比賽來看 拋開舞台不談 哥哥們之間的鬥智鬥勇 面對鏡頭的可愛表現 難道不也是節目另外一種質量的體現嗎? 又何必在意那些不能夠左右的事情呢? 欣賞每一組嘉賓的表演 感受他們在舞台上的熱情 當聚光燈再次照到這些藝人身上的時候 難道觀眾不會被他們的努力所感動? 當作品呈現在舞台上的時候 真的還會有人去在乎比賽結果嗎? 享受節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觀眾如此 參賽藝人同樣如此 所以 披荊斬棘的各個舞台上 哥哥們所呈現出來的是一派祥和的景象 因為大家的目標一致 就是為觀眾帶來精彩的舞台演出 半決賽的錄製已經結束 總決賽的比賽即將開始 哥哥們也總會有和觀眾告別的一天 在離開之前 觀眾不妨以欣賞的態度來觀看節目 那樣才能夠感受到別樣的美好 不是嗎?